因为通常我们一些东西 那个招标的话 好像至少要有三家 除非说一再流标才会说 可能最后有一家也可以 因为就是有一个程序 所以也发现有这个程序上的瑕疵 而且呢 这个社福的协力厂商 他们一开始就发现 这个福德公司要跟他们 做这样一个协议 所以他们没有拿到 所以他们没有做成一个 这个跟社福的一个契约书 那契约书要送给台北市政府 去核备的 但他们一直拿不出来 那政府呢 就每天去罚他两三万块钱 现在已经罚了几百万了 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社福机构 他们不愿意借牌给他 因为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所以他们跑到台北市政府 去跟他们说 去市议会去说 说这件事情 结果台北市政府怎么样处理呢 居然是开一个协调会 那开协调会也罢 他不在台北市政府里面来开 他跑到这个厂商的旅馆去开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来调查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